今天虽然非常不巧,在台北是个阴雨天,为大家带来了一些不方便,但是为春节忙碌的人仍然照常的忙碌。 最显而易见的是台北的火车站跟汽车站,里里外外都挤满了稀来让往的人群,有的赶着搭火车,有的在等火车,有的从远的地方回台北赶回家过年。 无论买票的,上车的,等车的,最近几天都大财长龙,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星期天,更进到了另外的一个高潮。 在大街上,到处也都挤满了赶办年货的人,食品店的生意最是兴隆。 去衡阳路一些老资格的食品店表示,以往每年年关的时候,他们都可以做一百多万的生意,但是最近一两年,由于跟大的打购公司竞争,虽然买东西的人仍然很多,但是生意已经大不如从前了。 而街头摊子上的春联,也生意非常的兴隆。 在大的打购公司里,更是挤满了赶买各式服装跟日用品的人。 同装部生意最好。 卖鞋子的,卖衣服的,生意也都非常的不错。 卖鞋子更是儿童们的世界。 基华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